西指甲东路上面有一处农委会的动植物检疫站 目前里头还有十只的检疫犬 加上不时有流浪狗进入狗叫声引起了民怨 锦林学校学童安全有疑虑 今天上午议员张锦豪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来到现场会刊 锦林从德国小旁就是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细指甲 只是见到里头光是门口这一大片积水 不但让人难以进出 仔细看里头都是解决蚊虫一堆 夏天防治登革热工部门的地方却成了解决的温床 尤其锦林学校学童安全令人担忧 常久以来这个地方是荒废着的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请相关单位来做一个会刊 那针对我们这个防疫所的土地活化 还有一个卫生环境问题的整理整顿 然后包含一些登革的防治跟野狗的防治 那一起来做个改善处理 已经荒废多年 但是环境一直没有整理 所以我们刚刚从路口那边有一个水池 里面长了很多蚊虫 还有绝绝 那到火后面这边 一些树木 那都已经有很多的昆虫也好 还有一些蛇类 学校洞检站就是这么近 只有一面墙的距离 孩子们每天打扫都已经到了门口 不过见到里头环境卫生却这么糟 虽然农委会防检局表示目前这里有十只检疫侦测犬 不过议员张景豪里长是否动保处一行人进到里头 没有人管理 狗早就跑出去不见影 环境也宛如荒野漫草 除了站里头的狗 再加上附近不时有流浪狗进入 狗叫声还有咬人追人引起不少民怨 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 好的读书环境 好的居住环境 那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不会有蚊子叮咬 那在附近的住户也不会有那个野狗的吵杂声 或者说野狗咬人的事件再重复发生 那这边因为有很多野狗 有攻击性 然后还有狂吠 所以我们请动保处过来讨论 看要怎么样来 来把这些狗是不是做一个适当的处置 未来我们交易局有一些计划 是想把这一块环境拨用给学校 那这个程序还在跑 但是环境的整理 我们必须要马上来改善 会刊除了请交易局继续进行土地拨用程序 并且要求农委会尽快将检疫站做整理 动保处则是协助流浪狗处置问题 改善环境卫生 藉程慧玲 西子猜方报道